然后是新庄区长徐炳坤 制赠重阳礼金的消息 要带您看到的是这一站 他来到了新庄区的万安里 要制赠重阳礼金的对象 同样是101岁的人瑞 张礼英老太太 这位张礼英老太太平日的身体相当的健壤 现在是由儿子跟媳妇共同抚养 看到区长徐炳坤 亲自的制赠重阳礼金 张礼英老太太表示相当的开心 新庄区公所于本月开始发放重阳敬老礼金 由区长亲自为区内的百岁人瑞 送上鲜花以及礼金 首先来到的是位在万安里的张礼英老太太 张老太太已经101岁 平日身体健壤 由儿子以及媳妇共同抚养 区长表示 礼内能够有这么长寿的长者 实在是新庄之福 各位永交的好朋友 我现在跟礼长一起来拜访 我们张礼老太太 也是来借机会跟他祝贺今年的串阳佳节 那各位都知道再过几天 剩下十几天就到一年一度的串阳节了 那串阳节最主要是我们要敬老 那敬老的方法我想不只是平时后 对老人家此刻刻跟他关心协助 垂巡 尤其在每一年的敬老年纪发放里面 我想新北市政府非常用心 今年就有37万人 在新庄就2万8千多人 新北市新庄区102年 重阳敬老礼金开始发放 礼办公处发放时间 从9月28号开始到10月20号为止 据公所发放时间从10月21号开始 到12月31号为止 我今年也有来 今年有来 今年又来 我要说过马尼再来 我们张礼老太太7年有来 刚好也100岁 今年一把空一天 我跟她讲话 你看你笑容又这样 十五整天都好 只是脚有点不方便而已 但是最重要的 我每一天都看你这么健康 你还送红包 我公所上灰 上白兰斯基金 还有金手机 自一天还送一万块 这个就表示说 今天来到这里 对我们老大人的关心关怀 知证对象为涉及新北市 至10月底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 并且必须在9月13号之前 涉及满一个月的长者 以上新闻记者 新庄采访报道